我認為不管有沒有 我在民進黨這麼久 從創黨以來 我沒有聽過這種霸王條款 即便有民進黨也不會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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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由下而上 民意怎麼決定 第一點 民意怎麼決定 照遊戲規則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唯一可以改變的是 兩兆當事人 就是蔡英文總統跟挑戰者賴清德 我認為最好的結局 如果依現在對比式的 其實蔡英文跟賴清德差不多 表示我們民進黨基層很團結 一致對外 但是如果互比的話 不可否認 小英總統有三年來執政的包袱 互比式小英總統最近有上升 但是還是略輸於賴清德 所以如果是採互比式的結論 如果是賴清德略贏一點點 幾個%的時候 我認為最好的是 就是他們兩兆當事人 在我看 就是賴清德聽了基層的聲音 他認為2020就是蔡賴霏 英德霏 他贏了一點 他贏了這個面子 但是還是以大局為重 蔡賴霏 我覺得這是最圓滿的結局 不過這個圓滿的結局 不一定會發生 因為我們看到賴清德到現在 沒有想要退的意思 他說相信黨主席會妥善處理 他不會擔心 千千萬萬不要現在來攻擊蔡總統 真的有霸王條款出現的時候 該怎麼辦 博宜 換柱就是這個意思嗎 我真的非常希望霸王條款出現 真的嗎 因為一出現之後我們 兩黨就打平了 對 我們再也不用來刷我們的 換柱的問題了 可是而且如果霸王條款真的出現的話 代表民進黨一直以來堅守著 他們的制度徹底崩盤 也表示 霸王條款也是人家的制度 他們說他們有這個制度好不好 有這樣的規定 其實有這個制度我也覺得滿奇怪的 奇怪 你們是一個民主的進步黨 怎麼會有這種制度 沒有 這也可能會有這種制度 我也搞不懂 沒有 沒有以和傳而 卓榮他自己自來說有 有這個霸王條款 有 幾分自己同意之後可以 沒錯 中常會 對 沒錯 真的有這條款 我要查到 那你提案修法好了 把它修掉 霸王條款抵不過國民黨 國民黨那個叫天神條款 我們現在叫天神條款 把韓國瑜抬出來 也沒有經過任何民主機制 我還沒有發聲 不要激動 還沒有發聲 我認為民進黨不會這麼做 如果出現怎麼辦 你是一萬份雞排還是怎樣 還是退出民進黨 不是 民進黨 民進黨絕對不會這麼做 我們是一個由下而上 我們是秉承民意 來組成的一個政黨 不可能有這樣的條款 倒是 我覺得 真的有這個條款 你沒有認真 你可不可以等下打電話 你可不可以問一下 他已經接受了一定采訪都有 民進黨再怎麼樣 我們不但有初選的規則 即使我們連時程都很清楚 4月17號就出來了 24號正式公布 國民黨連規則 三成的東西可以投獲 這個資質是怎麼樣 遲程可能到18月都沒辦法決定 國民黨現在來績笑說 是不是有這個霸王條款 要修辱民進黨 我覺得國民黨 我送你們一句 你們這個心態叫做 貸風金國港跨風水 你自己的事先管好 不要為難事件 雖然卓榮泰說 有這個霸王條款 他認為沒有 民進黨不可能有這個霸王條款 即便 即便有 我也不可能拿這個霸王 我用補充正確資訊 冰王世間議員 導致國民黨真的 你們趕快吧 你們那個天神條款 就拿出來用吧 不要迴避問題 其實今天這個 卓榮泰 我們要相信卓榮泰還是相信你 卓榮泰講得非常清楚了 的確民進黨的黨 知道你會有這一個條款 世間議員你的權勢 不會輕易使用 對 重點是要不要使用的問題 條款確實存在 世間議員你還說你是資深的 民進黨黨員 這一點都沒有搞清楚 真的有這一個條款 現在是說會不會啟動的問題 所以賴清德也開始打預防針了 他開始說相信卓榮泰 卓榮泰的態度 我覺得比較曖昧一點 他一直說 有 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因為是他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說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有一些人在串聯 就地方黨部在串聯 對 想要來運用這個霸王條款 但是我覺得如果 今天民進黨黨中央 真的像王世堅議員講的說 這個我們連考慮都不考慮 他應該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用一個比較嚴正的態度 就雖然我們有存在這樣的條款 但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民進黨是一個 由下而上的政黨 我們過去向來 除非 除非他可以指出除非 譬如說像重大司法案 譬如說陳水扁 貪污犯 這種就要換掉對不對 或者說個人資德上 有產生非常重大的瑕疵等等 才會啟用 但是不會說因為有人民調比較高 就換掉 如果他要安民心 我認為周中泰一個黨主席的高度 應該是要講出這樣的話 才是真的安民心 但不是 我們聽到是說 他就說有這樣的條款 間接承認有這樣的條款 也承認說有人在運作這樣的事情 但他沒有說 一個黨主席面對這樣的情況 到底 他有說不輕易使用 但是什麼時候要用 不輕易就是代表有一個時候會用 我認為霸王的條款 我當然希望他用 但是我覺得 你真的是太壞 如果真的 我確定有這個條款 這個百分之百確定 但是他講得很少用 但是我希望用 不是很少用 現在為止沒有用過 對 沒有用過 對 我希望你們不要是第一次 不要發生第一次意外 你剛剛才說希望他趕快用 要兩邊打拼 我們希望你用 是我們希望你們也推出 最強的對手 說句實話 就像你講的一樣 他就是因為最強的出現了 所以要把強的換成弱的 所以 所以霸王的條款 他們一定會是推出最強的 按照世界議員 你所有的理論 是不是 所以讓最強的出來 對 民進黨現在最強的 就是蔡賴沛 很清楚 不是 霸王 如果是蔡賴沛 就不用那種了 他要的話早就跟你蔡賴沛 還可以拖 霸王掌管就是當 這個最強的出來了 可是他們不想讓最強的選 才會用霸王 才叫做霸王 不然怎麼會叫霸王 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只是一個幌子 他重點想要幹嘛 他重點就是要再恫 我們賴清德 對 你想出來我就把你幹掉 叫你乖乖的是現實 即使你民調贏了 我還可以把你換掉 乖乖就把你換掉 你乖乖把你的副手 不要想這麼多 國議員剛剛說 恫我們賴清德 韓國瑜聽你這樣講 會很傷心 你應該是說 我們韓國瑜 賴清德是我們這一邊的 他想要恫你們賴清德 你們賴清德 恭喜你們賴清德 你講清楚 韓國瑜聽了會殺 韓國瑜還給你 韓國瑜我們不要 對 還給你 所以我們想換一次 民進黨也換一次 大家就公平了嗎 有規則就按照規則 那麼只要遵守規則 我霸王條款就照霸王條款 對 有規則就按照規則 按照規則就沒有問題 如果說會因為這個規則 而讓大家難看 那就表示那個規則有問題 就要修改規則 所以在民進黨的 初選制度裡面 確實卓榮太已經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這個規則 有這個報恩條款 只是我們不輕易使用 這個跟吳敦義的萬分之一 是一樣的道理 萬分之一的時候會使用 對 就是不輕易使用 都一樣的道理 但是如果一旦發生了 而有基層的 他們的這些要求 要用啟動報恩條款 你做黨主席的 你聽到了基層啟動 是合法的 你就必須要處理 你一旦處理了以後 造成很難看 你就應該要承受 因為你就說 我們怎麼複製了一次 跟國民黨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很難看 很難看你就必須要承受 因為那個就是你們定的規則 定的規則就應該要遵守 好 那問題就來了 當你很難看的時候 你就下次不要再犯 你就趕快再修改規則 說以後不要再有霸王條款 你下次就不會再發生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竹榮泰當主席的人也好 他就必須 當一旦假設了 民調出來說賴清德高 他們全代會要推賴清德 而地方的基層說 不 我們要啟動霸王條款 這個時候你做主席的 你就必須要遵守你們的規則 因為規則中多少人 就可以啟動霸王條款 你就必須要按照規則來走 啟動了以後 最後賴清德被弄掉 然後蔡英文留下來 被大家嘲笑 你也要接受 因為這就是你們的制度 規則都要定 你以後再去修改就好 不過我的觀察 就大膽的推斷了 我認為蔡萊佩 大概已經是定局了 你說這個霸王條款一出 蔡萊佩就成定局 不是 因為事實上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來龍去脈 就是在九合一選舉中 賴清德坦白說 不能夠撇刑責任的 因為他是行政院院長 而九合一選舉民進黨的大敗 跟他的執政失敗是有關係 執政失敗有關係的時候 事實上對於蔡英文來說的話 獨派的其實是往旁邊靠一點 就極獨的往旁邊靠一點 看起來蔡英文可能他的副手 原來已經規劃可能 這我們完全沒有任何資料 可能已經不是賴清德 這個對於賴清德 跟他的獨派的人來說的話 這個情況是很危險的 所以以民進黨的鬥爭的本領來說的話 那就第一個要展示實力 第二個要展示企圖心 第三要展示意志 所以馬上就在於一個緊繃的 一個對撞的狀態下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那就黨征又浮到檯面 黨征浮到檯面 所以以民進黨過去的慣例來說 一旦黨征浮到檯面 那就開始在斡選處理 最後就是彼此之間談條件 談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